剛剛星期日,香港第四十一屆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就完滿結束了 其實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對過賽果也有意見和情緒 我自己也挺有感覺 有感覺到我星期日晚上就不太睡得著 但我又為何遲了一點才跟大家講一下感受或者講一下獎項呢 因為其實從上個星期中開始我就抱養了 也斷了幾天,沒有出到節目 其實今天我的聲音還未完全康復 如果不是太好的時候,大家就多多包涵 但我又覺得如果連今天我都未曾錄節目去講,我又覺得真的遲了 所以今天會用小時間跟大家講一下幾個主要獎項 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當中亦都牽涉到最佳電影級十九歲的我的一些真意 我有一點點的感受和補充 希望大家支持一起聽聽聽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耶魯閒 又跟大家講耶蘇,講老人家,講一些消閒娛樂的頻道 我是Raymond 首先講一下這個四十一屆電影金像獎 其實我聽到第一個大家覺得有爭議性的獎項 就是最佳新演員就頒給林樂小朋友 好坦白說,我是未曾有時間看這個八日青春的 但其餘那幾部提名我也有看過 我自己當我看到一個提名名單 因為我不知道林樂的演出是怎樣 所以我不能夠說林樂好不好是否實至名歸 不過呢,最大的爭議就是 有兩套Edan、呂雀安的提名 分別是過時過節和俠加勒 其實我經常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我自己個人的謬誤 但是我硬是覺得金像獎這些 如果同一個獎,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套戲 有多過一項提名 是很容易出現一些互相戒票的情況 結果就兩個提名都兩敗俱傷 所以其實當我一看到這個名單的時候 我覺得Edan的機會相對微一點 還有,就著我沒有看過八日青春 不知道林樂的演出是怎樣 但其餘的都有看過 我自己周翰玲在燈火蘭山的表演 我不算很深印象 我反而最深印象 其實是阿朱、劉應廷在阿媽有了第二個 的表演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她是演一個高中生 考DSE的高中生 演得很稱職 還有她青春期的時候 覺得阿媽被分薄了 那種的真相糾結 那種很真、姜濤那種感覺 她做得很好 如果我沒有看過林樂演出的情況下 這四個提名 其實我本身是支持阿朱、劉應廷的 但是林樂現在跑出了 希望我盡快有時間看八日青春 然後對我來說 其實最佳藍配角在我心目中是沒有爭議的 雖然我會很喜歡林海鋒 在《正義回廊》裏面的演出 我也很喜歡羅永昌、昌哥 在阿媽有了第二個裏面的演出 其實我覺得昌哥那一段 雖然氣氛是很少 但是很好戲 即是連嘴唇都會演戲 如果你不知道 我不明白我說什麼 嘴唇都會演戲 因為你沒有看過阿媽有了第二個 如果你有看過 你一定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無奈的氣氛真的很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輸於蝕 林海鋒雖然也做得很好 但是我會覺得許冠雲 如果純粹在《藍配角》的演繹裏面 其實都是完成了林海鋒的 如果真的有看到《封了一時》的話 你這樣對比 其實都完成了 至於張紀聰和陳澤民 不是說他們不好 我都喜歡《范藝公深》裏面的演出 但剛才也說過 在互相介票的情況下 我自己個人本身已經看淡了一點 所以 許冠雲的《最佳藍配角》 在我心中 我覺得我比較貼中了 那麼 呂配角 呂配角 坦白說 我自己本身 已經很喜歡《黃遠之》 在《范藝公深》裏面的演出 因為我會覺得他整條線很立體 黃遠之遊 在這個家裡跟陳澤民同居的一個女朋友 很恨嫁 很一個管家婆 後來找回他自己 他覺得他有其他理想想追求 他決定要跟陳澤民分手 決定要離開這個家 我覺得這個轉變 其實這條線我是很好看 我很喜歡的 所以我本身 我自己是想黃遠之拿獎 不過我也是那句 我自己個人的理論 就是 同一個獎項有兩套戲的提名 是很容易互介的 所以我覺得他跟林明禎 大家都有提名 應該會有互介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個人 就覺得 本身我覺得 我自己是喜歡黃遠之的演出 但是我覺得 像是蝦頭 在《正義回浪》的演出 像是會獲獎多些 其他 比如 歐家文 在《紮露微塵》的演出 我也覺得很好 但又跟 南配角的阿昌哥 的情況一樣 也就是氣氛太少 當然會很舒適 余香瑩的演出 不是不好 我自己也很喜歡 《沿路山卡拉》這套戲 但問題就是 余香瑩在《沿路山卡拉》裡面 當然她是 五個女孩子裡面其中一個 理論上 只不過是一套戲裡面的 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很明顯 余香瑩這個女角的 角色的氣氛 又比其餘了四個重 她是介乎在配角和主角 配角和主角之間 有一種無靈兩可 兩頭不倒案的感覺 經常給我 在《沿路山卡拉》裡面的感覺 又像女主角又像女配角 我會覺得 就是這種兩頭不倒案 令我 沒有特別想到她拿最佳女配角 這個情況 在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蘇玉華裡面 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Ivana最後拿到獎 我自己就開心得來 我自己有些意外 因為我也是一句 我經常都想著 互戒 結果就戒她不走 都是她拿 我也是 很恭喜王遠志 至於蝦頭的演出 其實有不少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看完《正義回浪》 有不少人跟我說 她有些用力了 我聽到很多人這樣說 但到了提名的時候 每個人都跟我說 她覺得她像是大業 最後她拿不到之後 有很多人等她不值 所以我覺得 只是這個過程都已經很有喜劇性 那麼 蝦頭繼續努力 但其實我自己 在看《正義回浪》的時候 我不是很覺得她 有用力過度 有Over 我會覺得一個 跟弟弟相依為命 這麼大責任 照顧弟弟的一個姐姐 其實那種崩潰 那種哭 那種喉叫 我也覺得很合理 而且她是需要在一個 即是 就算 你說你日常的生活 你不會那麼用力 但是她那一刻 她就是要在法庭裡 想盡辦法 去幫她弟弟 去辯護 幫她弟弟 你就算當她賣慘 她就要傾盡全力 在法庭裡賣慘 所以我覺得 我會幻想 如果真的有一個真實人物 在法庭裡 有什麼處境 其實她都會喊到鬼殺 這麼吵 也會這麼豪哭 也會這麼用力 所以我覺得 蝦頭的演出其實我也很欣賞 我自己不覺得用力 不過 如果整條線來說 我就喜歡 黃遠之那條線 比蝦頭的線 因為蝦頭 其實都沒有什麼線 只是照顧弟弟 和法庭那場戲 看不到角色的轉變 和成長 黃遠之就是看了很完整的轉變 因為成長 所以我很喜歡黃遠之 在《煩氣功心》裡的演出 然後 跟著 講完兩個男女配角之後 在我心目中一個 我覺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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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我覺得很不OK的一個結果 就是最佳編劇 最佳編劇 最佳編劇 飛閃走壁 又打關斗 又槍戰 又槍戰 跟著 就是 最後那場 又在船上 槍林 即是 在生死傳亡之下 就 刪了個B 出來 禮手刪了B 割完尺打 又可以跳海 又可以救人 又可以殺人 又可以殺人 其實我覺得 你只是這樣聽到我講 你都沒有理由 最佳編劇 這些橋段是最佳編劇 如果我小學 那篇中文作文 我寫一個孕婦 可以打關斗 可以爬牆 可以跳樓 可以跳海 可以殺人 可以放火 那個老師都一個大交叉 打下來 有什麼理由 他會是最佳編劇 大佬 寫這樣的東西 出到街 我都覺得神奇 你還要是最佳編劇 我就真的 覺得是非常神奇 所以 當然 如果你最佳編劇 劇本 我自己 我最初就想 不是正義回郎 就放棄公心 但是 就 約神譚大戰 就是這樣 所以 我是 生氣的 接著就說 男女主角 說 說 男女主角 流水落花 這部電影 也有說過 我對Sammy 在裏面的演出 我自己 覺得 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 我本身 就不是想是他 我本身 是想 袁麗林 紮露未曾 這部電影 我不是 特別喜歡 我覺得是好電影 但我不是特別喜歡 但我覺得 袁麗林 在裏面的演繹 我自己 是很欣賞 很喜歡 特別是一個這麼年輕的女生 她又要演一個 單親媽媽 你看到整個過程 她 自己都不是很成熟 但又要 肩負起照顧 女兒 一個媽媽的責任 雖然自己 都是 不成熟 都是 那些 叫什麼 都是 玩玩一下 但為了 女兒 又要去 跟張繼聰做清潔 之後又要去網花做清潔 被人撩 又引起吞聲 遇到什麼事 很不成熟地去處理 例如她 溝氣消毒藥水 搞到 張繼聰沒有了 那這些 其實 整個過程 又是看到 這個角色 很立體的 不同的面向 看到她 很複雜的 一些感情 看到她 有轉變 看到她 那個過程 是很立體 這件事 還有她每一個面向 我都覺得她做得很好 所以我本身是 是想完禮 能拿 但是 就 Semi 但是Semi 都不是 差的 或者比較喜歡 袁麗林的演出 而已 那麼 同一個問題 就是 在 正義回郎的蘇玉華 那裡 我覺得跟 《沿路山蝦》 《余香營》的情況一樣 就是 你不能夠 界定到她究竟是 女主角還是 女配角 所以她現在 參加提名 就是 最佳女主角的蘇玉華 我 都是那句 我很欣賞 正義回郎這部戲 很欣賞蘇玉華的演出 但是如果蘇玉華 她是 提名對街女主角 那其實 林海鋒 正義回郎 都應該是提名對街男主角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 都分別是 代表 楊偉倫 和 麥貝東的 各自的 律師 和 戲份 又不會差很遠 那為什麼一個 女主角 一個 會提名 男配角 所以整件事 這一種的無靈兩可 又是 我自己覺得 都 打了折扣 令我不知 怎麼理解 所以 就是 這個問題 還有 至於 兩位 前輩 毛姐 和 張艾佳 其實 我 不是很 有感覺 那我都不特別再說太多了 好了 那跟著到 男主角 男主角 就是 我自己 其實 很多人 就覺得 麥貝東 就 似是會拿 但是我自己 其實 同樣都是 正義回郎的兩個 提名裏面 我自己 就喜歡 楊偉倫 飾演的 那個角色 我自己是喜歡多一點的 還有我覺得 他演得 我也是喜歡他演繹多過 麥貝東 我說麥貝東不好 都很好 但是我是喜歡楊偉倫多一點 我是支持楊偉倫 去拿 男主角 多一點的 不過都是 出於我那個 會 互相戒票的理論 呢 我正在想 如果 這樣戒票的話 這兩個 兩敗俱傷 就有機會 這個男主角 就掉了 去哪裏呢 就掉了 去 張繼聰 和 黃秋生 那裏 那裏 我那時 完全沒有想過 劉青雲 因為我也是有看 神探大戰 你問我 好不好看呢 我覺得 都有官能刺激的 但我不覺得是一套 好的電影 還有我相信我不會看第二次 那 我真的沒有想過 劉青雲 因為我沒有看過 白青春 我不知道黃秋生 做得好不好 雖然我沒有看過 但我都會假設黃秋生 應該是做得不會差 所以我就會想 如果 劉青雲 我本來沒有想過 跟著 正義回郎的兩位 提名 我都會互介 那獎會不會掉了 下去 張繼聰 或者 黃秋生 那裏呢 張繼聰呢 我都覺得 他在正義回郎 不是正義回郎 不是正義回郎 其實做得好 不過 阿澤哥這個角色 因為那個 情緒 情感的流露 和變化 不算大 他也是一個 比較沉實 踏實 的人 他整套戲 當然他媽媽死了 他有一段 情緒狀態 會比較 很不開心 激動 整套戲 他的變化 不算太大 對啦 我覺得 如果真的跟男女主角比 袁麗林在紮露微塵裡面 我可以看到他立體很多 看到他多面向很多 但是 張繼聰就 相對 可能他又特意讓妹妹仔 很多 發揮的機會給了別人 所以 相對我覺得 不是看到他出了很多招 不是看到他很多功力 所以 我自己 這個最佳男主角 我本來 我最喜歡就是 楊偉倫 我又覺得 獎項應該不會 給他和 佩東是一個 但有機會跌到他 張繼聰和 黃秋生 但結果 竟然是 劉青雲 我就 我事先聲明 我並不是不喜歡劉青雲 我很喜歡劉青雲 但是 我真的覺得 不是啊 那 這五個提名 我都說 我自己想 第一個Failout就是劉青雲 結果 我以為 考第五那個 上了考第一 那當然是有點 相對 但不關有趣的 都是人來投他 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然後 就是 最佳導演 不過 我想這樣 就是最佳剪接 最佳導演 和最佳電影 一起說 其實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 有一集 其實我講了兩集 《急十九歲的我》 首先 我一看完之後 那晚忍不住 立刻錄片 就覺得 大讚 很棒 很推介 其實我是很被這部電影感動 我覺得很正面 很開心 但是過幾天之後 就爆出了 那些爭議 那爭議一出了之後 我亦都很受到那些爭議的影響 其實我亦都即時感到很不開心 我的情緒 我情緒 我自己都 老實說 因為我很大的反映 幾天前 我才覺得很受鼓舞 但是幾天後 又有些事情打沉了自己 那個 對比太大 我都真的 倒了幾天 拍了一段影片 說我 我的不開心 說我覺得 他不好的地方在哪裏 可以怎樣做得好一點 我都有說到 那 到現在電影 金像獎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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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覺得 我不能夠排除 當然我看到他有提名 在那裏 那我不排除 會有些人 是 我覺得 從電影的角度 所以我都說 我一看完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有什麼爭議 在爭議未發生之前 我是覺得很棒的 那我不排除 有些人 或者電影工作者 會 我不理這些事情 我總之以電影角度 去看 我覺得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值得欣賞 我就投他 所以我都 其實我自己 就不排除 到真的頒獎禮 正日 他會得獎 得到任何獎項 我都不排除 我有這個心理準備 不過我自己 就不傾向是這樣 如果我 老實說 我有票投 我相信 我不會投他 但如果 純粹說 電影的角度 撇除了那些爭議 我會覺得 最佳剪接 我會投給 《級十九歲的我》 因為他經常拍攝 十年 這麼大量 十幾萬的 菲林 剪成 一個多小時 的一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 這個工程 很浩瀚 很偉大 我會覺得 最佳剪接 應該是 要給《級十九歲的我》 但大前提 就是沒有那些爭議 而最佳導演 我自己就不期望 是給《級十九歲的我》 我會覺得 無論有沒有爭議 都好 我覺得 上年 最佳導演之爭 一定就是 《正義回浪》的 何卓天 以及 《犯棄公深》的 SUNNY 兩個爭 結果 又是跑出了 《神探大戰》 的韋家輝 我又是 嚇到 一條舌頭都掉到地上 那 那 那 因為 因為 你 導演是 指揮這部電影的 就是 你 就是你 其實 簡單來說 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就是看導演 那個領導 那個 那個規劃 我看過《神探大戰》的時候 我整部電影都很急 我 還有很多事情 我又 譬如 林峰那個轉變 那個 就是 我只看到林峰的變態老 但是林峰為什麼是一個變態老 或者他有什麼心路歷情的轉變 其實全都沒有交代 或者 劉青雲 他後來 做了《神探》 但是 其實他 怎麼變成《神探》 我又不可以說他完全沒有說 但是 未免太過輕輕大過 再加上那些 就是阿薩那些 大肚飛船走壁 跳海 殺人放火 那些 最佳導演 那些 就是 都是那句 打明 總之 我覺得 是 本來應該真是 《正義匯朗》 和《犯起公心之爭》 結果 就殺出了《情侯口感》 最佳電影 剛才我說過 我本身就很喜歡《吸十九歲的我》這部電影 如果撇除任何爭議 或者我完全沒有這些爭議發生 我一看完《吸十九歲的我》 那時候我會覺得 肯定是他拿 最佳電影 不用想 那時候我應該是未看《正義匯朗》 《靈魂士》看了我忘記了 總之我還未看其他 總之我一看完《吸十九歲的我》 我就覺得一定是他拿 結果有了爭議之後 那不行 我覺得 雖然就算是一套很好的電影 我覺得這些爭議 如果背後在拍的過程 或者上映的過程 我不說拍的過程 上映的過程 是造成 那些拍攝對象 是那麼不愉快 那麼不開心 搞到要看心理醫生 其實 還真的適合上映嗎 真的沒有一個責任 對那些拍攝對象 所以我一知道之後 我就很不支持 我就已經覺得 這個不應該 是拿這個最佳電影 但是我也是那句 我明白 可能有一些電影工學者 用其他的角度 一個專業的角度 因為我很明顯 我不專業 一個專業的角度 覺得不是 從電影角度 是要給這套的 是值得欣賞的 OK 沒問題 那我的想法 我不能夠加注 在其他人身上 一定人家都要這樣想 正如是 譬如我 現在開始 我會看 譬如我買咖啡豆 那樣 我會看一下 那裡是搬到原產地 甚至乎 當然我不會特地去搜尋 但如果有些人跟我說 我會說 這個地方是會剝削農民的 剝削農民的 很厲害的 那麼多咖啡豆 我不買這隻 我買另一隻 現在我相信 有不少人都是會這樣想的 就是為了消費的模式 或者一個思考的模式 是這樣想的 但是 有些人就 我不管 還不知道這隻咖啡豆 我喜歡喝 我覺得很美 值得買 我就買 我就喝 我又不能夠把我的想法 一定強加別人身上 就是別人用一個 純粹喝咖啡的角度 去喝這個咖啡豆 那我不能夠還 他不成立 那所以 我都說 我有心理準備 就是 到金像獎那天 可能 級19歲的時候 我仍然會有一些獎項 我有心理準備明白的 但是 拿獎 就拿獎 那個 那個執行導演 那個執行導演 郭偉倫 還是郭偉亮 郭偉倫 我覺得 拍了才算 剪了才算 上了才算 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你完全是 其實你都贏了 你都 如果你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你們這班人 理論上 都是 出心出力 去幫英華女校 拍這個紀錄片 我相信 由到尾都不預有錢賺的 或者賺都不會賺很多 很明顯你們不是為了你的 也都 本來應該不是特別為了明白的 因為 大家都沒有想過 這部電影 會突然之間 這麼有型 這麼出名 你本來就不是為名 不是為利 那 這件事 現在都叫做 完成了 拍了出來 也都有一些爭議的風波 那 那 不上畫 就算了 即擱置了上畫 那 那 這件事 由它淡化了 就算了 現在已經給了獎項 都是一些額外 你本身 起出望外的 上到去 好像要拿個美彩 那樣 拍了才算 剪了才算 上了才算 那 我承認 我認同拍了才算 我認同剪了才算 但我很不認同 上了才算 我會 其實我會覺得 你整十年時間 或者八年 即後來有兩年是做些編輯 你一直追蹤著一群青春期的少女 其實不要說青春期 人的想法本來就是很複雜 本來就是會變 可能一開始很熱切地讓你拍 一兩年之後 覺得你很煩 讓你拍 有些爭議 你整個過程 其實一向你都應該習慣了 又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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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流 然後別人拒絕你 罵你 你又再哀 半推半就又拍 多些 其實可能整個過程都是這樣 那 但是 去到真的 所以我會覺得 先拍了 可能 即是 現在這一刻 他有些不高興 但之後 他又讓你繼續拍 那就先拍了 你如果他說停 你又停 那我拍的 就是整個項目要停 那拍完 就先剪了 是不是 剪的過程都可以哀 他可以繼續 去跟他聊 看看 怎樣可以 令事情舒服一點 大家可以接受到 但是 想了才算 為什麼不行 想了些東西 就回不了頭 如果 在想之前 有其中一個同學 哭哭哭哭 跟你說 喂 我不想 有什麼有物 你這樣很傷害我 又要看完心理 醫生 醫生 都說 這個時候 不應該刺激這個女生 不應該上 你也要一意孤行 那你不會造成傷害 是不是 你現在不只傷害了一個女生 老實說 英華女校 我覺得學校都一定有責任 甚至石校長 我絕對相信 他本來是一個很偉大的教育家 其實真的 臨老都過不了 是不是 好像我這樣 我本身覺得很欣賞的一套電影 我看完之後 很正面 很有希望 這個人好像發光 那樣 然後 我都 但是當收到這些消息 就是收到這個爭議 你知道原來背後有人 因為這套電影 而覺得很不開心 很受到傷害 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有情緒 我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 會覺得 你怎麼 還可以 好像 完全是 問心無愧 走上台 可以面不紅 氣不喘 理直氣壯 這樣大叫 拍了才算 剪了才算 上了才算 我 很不認 我覺得 你本身是想幫英華女校拍一套電影 其實現在搞完一輪 我肯定是累死英華 肯定還有段時間 我們還是有手未跟 所以 那一晚 英華 就無辜 或者之前很多事情 他們都一定是有份 但是起碼那一晚 那一晚 英華無辜 他又沒有份去 又沒有份上台 沒有份說話 但是你 郭偉倫的言論 肯定之後 也會繼續 牽涉到英華 那 何必這樣做呢 所以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其實 我自己 覺得真的很大爭議 但是我也聽到一些網民就說 因為看完這個金像獎 好氣憤 我接下來不看香港電影 不支持港產片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這樣 因為其實 希望只是意氣說話 說完就算了 其實我覺得不是整個香港電影影壇的問題來的 而今次大家的聲音 大家的表達 我想主辦單位都聽到 可能在一個賽制 可能在一個制度方面 會有些檢討 我不知道 可能會 但是 我們要繼續支持香港電影 繼續看 那麼 影壇才會有進步 電影才會有進步 那麼越來越好的時候 希望就可以避免到 一些無謂 和 這麼低質素的爭議 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滿 我看完這個金像獎 我星期一晚 我已經是病著吃了感冒藥 理論上想暈暈暈 但都真的睡得很差 就證明其實都很氣憤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香港電影之餘 多一點留意 多一點表達 你可以在你的社交平台上 你IG Facebook 都好像我這樣 發瘋一樣 講一下你的感受 講一下你的不滿 講得來 我們最重要是不要人身攻擊 我們都是尊重其他人 表達得多的時候 別人聽到 可能就 可以帶來一些改變 今天講到很長 到這裡 希望這個禮拜 我有點時間 看回一兩部電影 因為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沒有進過戲院 現在都全身不聚財 希望快點好 在這裡祝大家 各位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 留言 分享 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我這個是一個 講耶穌講老人家 和講些消閒娛樂爺的頻道 我們叫耶老閒 拜拜